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们今天要讲压杀龙的遭遇 我们上次讲到压杀龙杀了哥哥以后就逃走了 那么大卫非常想他 但是不知道怎么把他带回来 那么约压就很聪明地看到了 这件事情也很聪明 很有智慧 很人道地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找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也非常聪明 讲出来的话使大卫使大家都说 好我们要把压杀龙带回来 那么这是约压出的主意 约压让大卫有台阶下 让压杀龙也能回来 功劳是很大 那么21节 撒末尔记下14章21节 王对约压说 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 把那少年人压杀龙带回来 约压就面浮于地 叩拜注谢于王 又说王记应允 仆人所求的 仆人今日知道 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 对约压来讲这件事也很高兴 因为大卫一直不是很喜欢约压 约压太能干了 不能不用它 但是太跋扈了 又不太听指挥 然后那件杀乌利亚的事情 恐怕多少也在约压的手中成为一个把柄 他不是很喜欢约压 但是不能不用它 好像可能毛泽东实在并不喜欢周恩来 但是又不能不用它 他答应了 好吧 你的话 你的意思我赢准 约压很高兴 我在你眼前蒙恩了 董事长也好 国王也好 总统也好 采取我的意见 当然就表示他喜欢我 我在你眼前蒙恩了 而三节于是约压起身 往基数去 将压杀龙带回耶路撒冷 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 不要见我的面 压杀龙就回自己家里去 没有见王的面 王希望他回来 但王又很愤怒 回去 不要见我的面 把我儿子杀掉了 把我长子杀掉了 不应该 各位 这个大卫又做错了 压杀龙这个儿子太聪明了 你把他带回来 你就要跟他和好 真实的和好 你不要又不见他的面 这个不应该 在这里我们都看到 一错再错 错了以后有一些补救 但是总没有补救的完全 以至于后来悲剧 就继续地演下去了 当然我们也说 这在上帝的代理中 可是从来不要把 错误的责任归给上帝 各位 错误责任在我们自己 上帝在掌管 幸好有上帝在掌管 使这个错误不至于 越来越恶劣 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 王做这件事 他应该第一个就处罚暗嫩 暗嫩没有处罚 让压杀龙来自力报复 自力报复以后 回来很好 但是也应该有所处置 然后跟他和好 王都没有做 这你看到 大卫王在犯罪以后 变成一个软弱的人 懦弱的人 判断也不好 所以他宫廷的悲剧 又越来越多 现在作者讲一下 压杀龙 二十五节 以色列全体之中 无人像压杀龙那样 俊美得人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 毫无瑕疵 这个人 圣经用这样的话来形容 真是没有第二个了 脚底到头顶 毫无瑕疵 长得非常的美 他很美 因为他的妈妈很漂亮 是一个有名的公主 不但美得漂亮 而且我们在 整个这件事情 包括他杀他哥哥 这个所用的计 我们看到他也是聪明 后来他造他父亲的反 也是聪明 他聪明 他美丽 而且还有一点 他有正义感 他之所以要杀他哥哥 到最后要造他父亲的反 其实都是正义感 各位我们就看到 聪明 智慧 道德 美丽 如果离开了上帝 通通都是有害的 连正义感都是 没有上帝的正义感 可以像 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那些农人 杀 也可以像很多国家 一旦政变完了 新政府上来 可能之所以有新政府 就是旧政府不好 但是新政府表现的 也不一定好 甚至过多的报复行动 杀的过多 变成一个残暴 暴民正治 压沙龙这是什么都好 但是他对上帝没有什么敬畏的信 没有信靠上帝的信 一切抓在自己手上 结果他变成一个下场非常惨的一个人 跟扫罗也有点类似 我想所有的悲剧都是类似 这个托尔斯泰说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差不多 不信的事情才不一样 我觉得这句话讲错了 不信和信都差不多 也都有很大的差别 不信都是出自离弃上帝 幸福也都是依靠上帝 当然不信也可以写出很多 撞人眼泪的事情 幸福也可以写出很多叫人羡慕和舒适的事 压沙龙叫人难过 我看到压沙龙有点像看到扫罗一样 当然扫罗的篇幅更多 但压沙龙也不少 十四章二十六节 他的头发甚重 每到年底剪法一次 所剪下来的 按王的瓶秤一秤 重二百色克了 我们曾经讲过 那个大卫拿到的王冠 太重了三十二公斤 有点不可思议 不管是不是真的 总之不能常戴 这里压沙龙的头发 也非常的棒 但是我看也有点问题 头发有两百色克了 这等于二点三公斤 哪有这么多头发 我想也许是有一些 特别的形容的方式 王的瓶 是不是王的秤 有一些特别的计算方法 我们不晓得 不过压沙龙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他玛 是容貌俊美的女子 他的儿子都没有长成 所以压沙龙后来说 他没有儿子 都没有长大 二十八节 压沙龙住在耶路撒冷 足有二年没有见王的面 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这两年 压沙龙没有见到王 大魏是怎么样 压沙龙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这两年实在荒废了 这两年不应该让父子 不见面 不和好的 这两年不应该让 那个悲哀或者罪恶的情绪 继续发展下去的 压沙龙觉得 我回来了 却没有见父亲面 这不好 各位我们跟人和好也是 要和好就和好到底 随便拉拉手 像政治人物一样 那种不和好 会有更多的仇恨 好了 压沙龙就去叫约鸭 说拜托 你让我能够见王 约鸭不肯来 因为约鸭觉得 这个工作太难了 王已经说 不准他见我的面 哎呦 这王不能批他的利民 但是约鸭也还是错了 大魏虽然凶 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 大魏要你杀掉乌利亚 你为什么抗拒呢 大魏很多命令都抗拒 为什么不对的命令 你却接受呢 第二次去 约鸭还是不来 压沙龙就发火了 三十节 压沙龙对仆人说 你们看啊 约鸭有块田 跟我的田相近 其中有大麦 去放火把它烧了 压沙龙 仆人就去烧了那个田 约鸭起来 终于来了 这个请不来 就打来了 你的仆人为什么杀我的田 压沙龙说 我打发人请你来 要你去见王 替我说 我为何从基数回来 我干嘛要回来 我干嘛不仍然住在那里 现在你一定要让我 见王的面 我有罪杀我 否则就见面嘛 压沙龙说的也是对的 于是约鸭去见王 将这话赵告王 王就叫压沙龙来 压沙龙来见王 在王面前 俯伏于地 王就跟压沙龙亲嘴 各位这都是动作 没有讲什么话 更没有讲 他们父子心中心结 有没有消除 没有消除 弟兄姐妹 我们愿我们真是知道 一定罪恶要对付 心中的不平要对付 大卫没有 这不好 没有不好 下面悲剧就发生了 压沙龙想到杀哥哥 爸爸不能做什么 看起来爸爸也没什么 鼻壳取而代也 爸爸也可以杀 十五章就开始了 第一节 此后压沙龙为自己 预备车马 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 这个是造势 因为我们今天话 就像选举造势一样 这下做完了 但是压沙龙很聪明 你选举造势 再多的车 再多的喇叭响 那都没有用 一个真正的 要能够选上的候选 他要有内容 要有beef 要有牛肉 牛肉在哪里 压沙龙有牛肉 你下面看 压沙龙牛肉 他制造出来的 十五章第二节 压沙龙常常早晨起来 站在城门的道旁 凡有征送 要去求王判断的 压沙龙就叫他过来 问他说 你是哪一城的人 回答说 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 压沙龙对他说 你的事 有情有理 无奈 王没有伟人 听你的申诉 压沙龙啊 他要争取民心 怎么争取民心 争取民心的同事 你真的看到 大卫是软弱了 大卫的统治 是不太好了 怎么叫软弱不太好呢 就是有很多的委屈 国中有怨 有民怨 这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有怨能解决 那还是好的 在大卫的统治的后来看起来 民怨是越来越多 他不能好好处理暗嫩的事 不能好好处理他妈的事 不能好好处理压沙龙的事 都表示 这个国王的果决 勇敢 智慧 判断 都慢慢地消失了 那么 那当然小人就当道了 约拿达那种人就当道了 后来世美也当道了 他都被骗住 人离开上帝 智慧也没有 果决也没有 大卫也应该像扫罗一样下台了 但是他下台 他下台 让上帝带他下台 你做儿子的不要叛逆 压沙龙觉得我可以 他整个的想法 我们曾经讲过 就是他要有正义 这个王没有正义 不替我妹妹伸冤 要我来 我来了以后呢 又不跟我和好 和好回来 又不跟我讲话 讲了话以后 显出也是亲个嘴而已 压沙龙想 我来做王好了 赵氏的同事 他知道要得到民心 就是要把国家的 不公平地暴露出来 很多人就来 有人要来找王 判断征诵的事 我说过 这个已经不是很好 但这个可以解决 国家有很多的诉讼 只要判得好那就好 但是如果诉讼 一直不断的话 就是表示 总有人 人心要不然就是 欺负人的心越来越多 要不然就是贪婪的越来越多 要不然就是不公平越来越多 因为所有的官司 都是跟这有关的 之所以要打官司 就是觉得某些事不公平 之所以要打官司 就是有人要贪 之所以有官司 就是有人觉得不平 不管是不是好 诉讼太多 总是不太理想的事情 好了 诉讼太多 不太理想 如果能公平地判还好 可是鸭少龙就在这里 不让他们能够判到 你的事有情有理由 不过王不会听你的 然后鸭少龙可能就是 戏里面能够叫旁白 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实 凡有征送求审判的 到我这里来 我必秉公判断 如果有人进前要拜鸭少龙 鸭少龙就伸手 拉住他与他亲嘴 有冤枉的人说 王子啊 你替我伸冤吧 跪下来了 王子就亲他 意思是有遗憾啊 我怎么可以帮你做事 我不是事实 他说的非常好啊 我做个判断者就好了 其实做事实 现在已经没有事实了 意思就是说 我做王多好啊 哎呀 现在我不是王 为什么 我爸爸还在 要造反了 我爸爸还在 但是百姓能够说什么 百姓你爸爸还在 你爸不能做事 那有什么好 我们要一个能够伸冤的 哎呦 拜托拜托 你就出来吧 以色列人 凡是到王那里求判断 鸭少龙都这样对待他们 这个当然是他说谎 他欺骗 不让人接触到王 也说谎欺骗 不让王听到民情 但是也表示一件事情 第一个 国家里面 真的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另外也表示一件事情 大魏糊涂了 各位 大魏居然不知道 王这样吗 到第七节说 满了四十年 我们不管这四十年 是怎么样算法 也有小子说四年 总之压杀龙在那里 在造势 在要登基 要做王 要代替大魏 要毁谤大魏王的这些事情 居然这么多年 大魏都不知道吗 我们以前讲过 暗嫩要强奸他的妹妹他 大魏都不知道吗 压杀龙要杀他的哥哥暗嫩 大魏都不知道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你不知道 常常是你不想知道 不想看 不想承认 不看不听 我们有点 有的时候有点像 有些皇帝 有些领导人 不想听坏消息 不想听烦恼的消息 这我们也看到很多小人 慢慢夺权就是 让皇帝不去听这些东西 专听他讲的 慢慢 压杀龙就得了以色列的民心 冤枉不能得身 连大魏那样的王 都会众叛亲 好 时间满了 十五章第七节 满了四十年 压杀龙对王说 求你准我往西伯伦去 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 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 曾许愿说 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龙 我必侍奉他 王说 你平平安的去吧 压杀龙就起身往西伯伦去了 压杀龙打发探子 走遍以色列各支牌说 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 压杀龙在西伯伦做完了 压杀龙在耶路撒龙 请了两百人和他同去 都是诚诚实实去的 并不知道其中的真实 就是他有一个造势的活动 那个造势的活动 最后宣判宣告的 并不是说 我们预祝选举成功 而是说我们造反 有两百人去 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势力很大 压杀龙献祭的时候 打发人去 将大魏的谋士基罗人 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 于是叛逆的 士派盛大 因为跟随压杀龙的人民 日渐争夺 这个烦起来了 而且有一个谋士 大魏的谋士基罗人 亚西多福 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 这个人一来如虎天意 这个人一来 等于多了几十的军队 这个人一来像刘备说 我得到孔明 得到了旁统了 我得到了 胜过得到万军 势力很大 各位到了 压杀龙 已经在西伯仁造反了 叛逆了 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了 十三节 有人报告大魏 说以色列人的心 都归向压杀龙了 大魏就对耶路撒冷 跟随他的臣仆说 我们要起来逃走 不然都不能躲避压杀龙 要速速的去 恐怕他忽然来到 加害于我们 用刀杀进合成的人 到这个时候 大魏才醒过来 真是太迟钝了 各位 我们不是也是太迟钝了吗 大魏不是也太迟钝了吗 到了 那个 跟人家行一乱 然后把人家谋杀了 到孩子生下来了 还没有醒悟过来 浪子不是太迟了吗 床头精进了 猪吃的痘迦都没有 才醒悟过来 我做错了 我要回去 各位 我们人要什么时候 才醒悟过来 以前 那个 这个 Peter Paul and Mary 有一个很好的和尚团 唱一首歌 讲到说 里面有一句话就是 When will they wake up When will they understand When will they know 那里讲到说 雨降在小孩子的身上 降在坟地 花落谁家那首歌 Where did the flower go 很好听的歌 那里面就是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人什么时候才学会 那是一首反战的歌 不过写的歌词 唱得都非常好 人都死掉了 死了这么多 还是学不会 我们人也是常常学不会 死了这么多人 受了这么多害 我们会说 别人有错 别人有错 我们看别人错 我明察秋毫 看自己错 我看不到 大卫到了压山 我们造反 已经反到这么强烈的身世了 早就该制止了 他没有制止 暗论早就该制止 没有制止 自己错了 早就该悔改 不悔改 好了 现在到很危机的时候 后来我们会看多危机 总算大卫还是一头碎尸 醒过来了 赶快逃 要不然我们 没有办法躲避压山龙了 他会杀尽合成的人 他知道他的儿子 他知道他儿子 能够杀哥哥 也能够反爸爸 他也敢杀合成的人 压山龙狠狠 他的道德到最后也没有了 人离开上帝 什么道德都没有了 十五节 王的臣仆对王说 我祖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 我们听你的 现在这么乱 当然听你的 十六节 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 但留下十个飞兵 看守宫殿 这是一个伏笔 我们注意 十七节 王出去 众民都跟随他 到伯末哈就住下了 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 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就是从加特来 跟随王的六百人 也都在他面前过去 这些人 是王的特别的侍卫 是王的禁卫军 王用了一些外邦人 来做这些事 为什么我们也不懂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王最亲的六百个军队 然后呢 第十九节 王对加特人以太说 你是外邦逃来的人 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 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 或者回你本地去吧 你来的日子不多 我今日正好叫你 与我们一同漂流 没有一定的住处呢 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 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带你 以太对王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又敢在王面前启示 无论生死 王在哪里 仆人也必在哪里 大卫对以太说 你前去过河吧 于是加特人以太 带着跟随他的人 和所有的妇人孩子 就都过去了 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 众民进都过去 王也过了几顿西 众民往旷野去了 而这里我们看到一个 很悲哀的事情 也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就是大卫身边最忠实的人 包括赫人 乌利亚是外邦人 还有这个以太是加特人 甚至是非利式人 这些人很爱他 跟随他 甚至王说你们走吧 不要跟着我 我来日无多 我还能不能起来 这次儿子造反 我能够回来吗 恐怕都不定了 可是他们说 我一定要跟着你 而自己的儿子倒不听 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这样 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 是上帝的妻子 是上帝的选民 可是以色列常常 非常远离上帝 一直是远离上帝的 一直惹上帝的愤怒的 到后来耶稣来的时候 甚至是这样 他到自己人 自己人倒不接待他 不但不接待他 还把他钉死 神拣选着自己的儿女 自己的儿女常常悖逆 而外邦人蒙福了 这个模式到教会里 也常常有 常常那些忠于上帝的人 是那些边缘的人物 小人物 刚刚信主的 泛夫走主 神学家 牧师 主教 常常反而是远离上帝的 我求主让我自己 不要是一个远离上帝的 不要是一个压撒龙 希望我们是以太 我们蒙了恩 我们归向了上帝 就让我们忠心到底 好 以太跟着他去了 而四节 撒都和台神约会的立位人 也一同来了 将神的约会放下 雅比亚他上来 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 王对撒都说 你将神的约会抬回城去 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他必使我回来 再见约会和他的居所 倘若他不 他说 我不喜悦 你看到我在这里 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 王又对祭司撒都说 你不是先见吗 你可以安然回城 你的儿子雅西玛斯 和雅比亚他的儿子 约纳丹都可以与你同去 我在旷野的渡口在那里 等你们报信给我 于是撒都和雅比亚他 将神的约会 抬回耶路撒冷 他们就住在那里 好 你看到大卫这时候 在为难的时候 他所有的机灵 所有的聪明 警觉都出来了 弟兄姐 我们也常常这样 死于安乐 睡觉睡觉舒服 就慢慢吃肥了 也不警觉了 有的时候 神让我们碰到艰难 又警觉起来了 大卫也是警觉起来了 大卫现在做了 非常好安排 第一个 约会不必跟我们一起去 约会是象征上帝的同在 但是大卫没有 那个以利时候的迷信 我自己不归向上帝 有约会再有什么用 一个累赘而已 我归向上帝 有上帝的同在 上帝会让我回来 再见到约会 再见到耶和华的居所 所以你回去吧 愿上帝凭着他 指引带我 然后沙都呢 你回到城里 你和你的儿子 成为我放在城里的暗庄 要放眼线 因为你们在那里 我的儿子不会伤害你们 因为你们是 耶和华台约柜的 这是很重要的 你们就在那里 你们在那里 就暗暗地打听消息 消息如何 就在旷野的渡口告诉我 就大卫在那里 安置人马了 好 然后大卫就开始逃亡 这逃亡真是非常的惨 你记得他年轻的时候逃亡 那时候不是王啊 那时候很年轻 跑上跑下可以 现在西家带眷一大堆 自己也老了 而且是被儿子追杀 以前还说是被扫罗追杀 被菲利斯人追杀 还有点话讲 现在是被儿子追杀 好惨啊 第三十节 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 一面上去 一面哭 跟随他人也都蒙头上 蒙着头哭着上去 哭着往上爬 各位 儿子要杀他 这个儿子已经杀了另外一个儿子 因为另外一个儿子 强奸了女儿 好惨啊 这都是从什么开始 从大卫犯淫乱开始 如果他在犯淫乱的时候 看到八十八的那一刹那 想到以后如果你要犯罪 会这样家破人亡 会儿子死 会女儿被强奸 会自己逃亡 我想大卫不敢了 我们今天也真是希望能够看到 看到将来的福乐 羡慕 永生 也看到地狱的火 惧怕 耶稣对耶路撒冷说 巴不得你知道将要临到你的刑罚 巴不得我们也知道 好将我们悔改 免得我们意义孤行 三十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 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 随从压撒龙 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 变为愚主 亚西多福为什么跟随了亚撒龙呢 因为我们在《撒摩尔记下23章》看到 原来亚西多福是巴士巴的外祖父 巴士巴的父亲是乙连 乙连的父亲是亚西多福 亚西多福恨大卫 所以跟随了亚撒龙 各位即使有一万个理由 求主让我们也不要有那个恨意 那个恨意是伤害我们自己 也伤害别人的 让我们有上帝的心 让我们要主持正义的时候 也不是自意的报复 这非常重要 我们下一次会再讲 愿上帝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